那时候耶稣把十二门徒叫来 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给了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 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棍杖以外 什么也不要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在腰带的带钱 却要穿上鞋 不要穿两件内衣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到了哪里 进了一家就住在那里 直到离开 什么地方不接待你们 或不听从你们 你们就离开那里 抚去你们脚上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门徒就出去宣讲 劝人悔改 并驱逐了许多魔鬼 而且给许多病人富有 治好了他们 基督的佛也 以后我们赞美 也许多病人富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就像明撒一开始我说的 耶稣说的 你们求什么就给你们什么 我们往往一到教堂里来 求的就是健康 就是发财 孩子的考试成功 我们常常求这些 我要请你们今天 求耶稣帮助我们成为 他真正的门徒 我们信耶稣多少年了 让我们真的成为 他的徒弟 不只是一个教友 我说教友的意思是 你的名字写在神父的 教会的户口簿上 你被登记领过洗 要真正成为一位信徒 那么我们一起看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把他的门徒叫来 就是我们 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 圣马尔谷福音在第三章 他拣选十二宗徒的时候 就说了两句话 他拣选了十二个人 为跟他在一起 并为派遣他们出去宣讲 我请你们注意这两句话 耶稣拣选门徒们 他招教门徒们 一个是为跟他在一起 另外将来派遣他们出去宣讲 这两个都不能缺 而且这两个秩序不能颠倒 一个门徒先要跟耶稣在一起 然后出去宣讲 为什么我说秩序不能颠倒 为什么要跟耶稣在一起 你要听耶稣的话 你要认识耶稣 你要照耶稣一样生活 然后再出去 然后再出去 而且这两个不是先是第一个 后是第二个 这两个一直要交叉在一起 神父修到六年 关在修院 认识耶稣 那好 以后毕业了 圣神父了 就出去了 再不用学习 再不用读圣经 再不用祈祷 因为我已经给耶稣认识透了 我学的够多了 那就错了 门徒们 每天需要跟耶稣在一起 好能够去把耶稣带给别人 不然我们自己没有耶稣 我们拿什么 讲什么 讲我自己多么有本事 讲世界的新闻 这个都不是我们讲的 我们出去宣讲 就讲耶稣 别的我不知道 圣保路说 除了十字架上的耶稣 别的我都不会讲 也没必要 由我来讲 除了 这个耶稣和他的话 我不讲别的 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 跟他在一起 然后出去 要不我说 真正的门徒 你看在这一段 我们慢慢地去看 一个门徒的形象 首先是跟耶稣在一起 神父也是 每天需要读圣经 需要祈祷 需要拜圣体 不只是把这些 当成一个任务 今天我还没拜圣体 我还没念经 半告节还得说 你看神父 也忘了 忙过了 这些都不是 我必须跟耶稣在一起 然后我才能去宣讲 对于我们每个人 弟兄姐妹们 我们就是耶稣教的这些门徒 我们必须每天花时间 跟耶稣在一起 然后再出去 有人说 有人说 哎呀我都不知道讲什么 我一出去都害臊 对 你找不到你的位置 可以说 在你心里 耶稣对你的影响不够大 如果耶稣的影响够大 不用别人说 你一定会出去 因为你自己有这个经验 那天我忘记了 我们唱经班 在一块儿吃了个饭 结果一吃饭 那个面条煮得咸了 然后一个人就开口就说 哎 今天没放眼 是不是 别人就偷着笑 一会儿来一班人 他们就说 哎呀刚才的面好咸 你看刚才我就说 谁也吃不下去 第三班来还在讲 哎呀刚才的面 谁谁煮的好咸 你看你真吃出咸头来了 见谁都讲 我们要是真遇到了耶稣 见谁都讲 耶稣救了我 耶稣真好 每天我离不开他 我们自己没有 叫你出去 哎呀你很无可奈何 神父派我 他们拽我 非得要出去 你干得出去说什么呀 这就是门徒 首先我们跟耶稣在一起 不然我们什么都没有给别人的 好 随后我们再看 耶稣叫他的门徒们出去的时候 除了一根棍杖外 拐棍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带 为什么 你累了 有一个拐杖 可以帮着你继续走 不能累了就歇下来 累了要想办法 还要走 所以有一根拐杖 我们传教的脚步 我们扶船的路 不应该停止 有困难我们解决 你看除了拐杖 不要带别的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钱 却要穿上鞋 又一次 要穿上鞋 不要穿两件内衣 在这里 耶稣让我们轻装上阵 越简单越好 我们今天出去带着电脑 我们要先读几年的书 要掌握练习口才 学习一些知识 这是必须的 为了扶船 但是要小心 我们不要仗凭着这些 你以为你拿一个学位 我是读了几年神学毕业的 我就要怎么样 不一定 我们有钱 神父你坐吧 放心缺了钱 我们是后盾 一定把传教工作做好 咱们这条件比谁都不次 不一定 耶稣说你们什么也不要带 并不是说不叫我们吃饭 让我们靠着天主 圣神是 主要的福传者 我们这些是工具 包括我们自己 都是一个卑微的工人 圣保禄说 我播种阿波罗教官 这个庄税长不长是天主的事 我讲 他信不信 我管不了 我该做了做 不是凭着我 我这一讲 肯定 他们会怎么样 不一定 我们太靠自己了 弟兄姐妹们 耶稣叫门徒 靠着他 靠着他的圣神 不靠我们自己 这是门徒 伯多禄 充满了圣神 打开门讲话 当天三千人灵犀 他靠的不是自己 靠着神 随后他进圣殿讲道 遇到一个摊子 那个摊子 伸手跟他和若望 他们也是两个 你看 一块去的 伸出手来 帮帮忙吧 给点钱吧 伯多禄看他 说金子和银子 我没有 我以耶稣的名 你起来吧 那个摊子就起来了 然后周围的人 都不认识他 这个摊子在这 多少年要饭 是他吗 有人说是 那怎么他开始走路了 这奇怪 怎么看着像他 不可能 这个摊子就 见谁都讲 是他俩让我好的 然后 见谁都讲 见谁都讲 这就是福传 他遇到了耶稣 你不让他讲 都不行 最后把他抓到圣殿里来 圣殿的长官 警察 把他围着 不能再说了 静一静 问这个伯多禄和若望 你们凭着什么 做这事 你们自己说 不让你们讲了 柏德鲁说 我就凭着 那咋类人耶稣 就是你们 所杀死的 天主从死者中复活的 那个人 凭着他的名 这个人站在这 我们凭着什么 凭着耶稣 凭着圣神的能力 我们出去讲 一定不要凭着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来人多 一定得把他给征服了 今天有神父跟着我们 我们不怕 不 我们出去之前 做这些之前 我们呼求圣神 靠好这耶稣的名 耶稣你跟我们在一起 今天有人告诉我 说有几位出去 坐车 去扶船 结果在火车上 有一个 煮着拐杖的 一个 病人 后来他就说 给他讲起耶稣来 你信耶稣吗 他说我也没听说过 我怎么信 好 你愿意不愿意 好 他说我愿意 跟他付手 随后他把拐杖扔了 扔了以后 结果 整个这个车厢的人 都不得了 站起来 一起站起来 赞美耶稣 我教你们念天主经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 念天主经 为什么 他们看到了奇迹 耶稣派他的门徒们出去 不是他们自己 我跟你们在一起 弟兄姐妹们 一个门徒 不是我自己出去 要怎么样怎么样 大战一场 完成什么任务 你一定记得 有耶稣跟你在 即使没有别人 靠着耶稣的能力说话 你看耶稣派他们出去 为什么 一方面 耶稣给我们一个使命 另一方面 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今天你们出去也是一样 需要神父派遣 神父来是主教派遣 不是我自己来就来 你们出去也是 我愿意为教会服务神父 请派遣我 神父代表耶稣 把他的能力 把天主的能力给你 我们出去 是以教会的名 以耶稣的名 不是我们的喜好 不是我们感情的冲动 我想做 好我们去做 谁也不用问 谁也不用说 我们该做这个了 不是 我们接受教会的派遣 在耶稣的陪伴下 我们才会有收获 有成果 这是门徒 让我们记得 门徒跟耶稣在一起 把耶稣带给别人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给别人 我是 在网友 你kry信 转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